我再补充另外一个夸的点 就是我一直在问你 如果我站在你音乐世界的门口 你能不能给我递把钥匙 我觉得现在不用 就是你的音乐就可以了 非常喜欢 我特别激动 我现在没有贫富下来 就是你歌曲里面有一段那个 是锅碗瓢盆吧 对 就应该是实音的吧 我印象中没有这样的音色 对 它们变成了打击乐 我就总喜欢做这种奇怪的编曲 我觉得这是你全曲最大一个亮点 它就特别有氛围感 其实我很能理解你 你不想跟一些人一个模子一样 你不想做克隆人 因为我也跟你一样 我不想成为一个世俗之人 你真的很棒 它很多的作品里面 很多都是比较难过的情绪 但是它却用很优美的词语 把它描述出来 所以我想它既然不能改变世界 那就改变自己 让自己的世界变得很美好 我非常地喜欢你 就是完全被你圈粉了 你将成为我2021年的宝藏歌手 谢谢 我想说一下我对你人的感受 就是一个纯粹的那种音乐小男孩 就上一场你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幕是 你明明心里在意的不得了 把头硬抬着说 我不听啊 我没关系啊 他们说 我不说呀 我们14 16岁的时候 谁会把在意或不在意说出来呢 都要装作一副就是这个世界与我无关的样子 但是其实无比地在意这个世界的评价 太医 我跟你讲 你就坚持下去 如果十年 二十年之后 你还是今天这样的少年心性 你就是今天这个音乐工业化的时代里 最与众不同的存在 谢谢老师 音乐是什么我可能不能去确定 但我一定是音乐 神明老师说的那些话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特别强烈的温度感 而且那个温度是对我的承认 那让我非常的相信自己没有做错选择 我觉得陈平很懂了 把那个窗户子捅破了 然后让太医其实在这一刻学到了很多的成长 太医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音乐人 他很在乎自己的作品 因为那是他的心血 我们来看一下 今晚代表新歌阵营的太医 歌名待定 他是今晚碎片期待之的第一名 他获得的最后的音符数 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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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分会很高 对 八十以上是一定的了 别期待太高 省得失望 九十三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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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四的音符 快快快快 太阴 太阴 九十四 我看来今天会逆袭 八十以上是一定的了 我就是你们这节目的编剧 退休了 我不想我就搞搞 编织节目吧 哈哈 我死了我肯定 女士节目开播以来第二高的音符数 仅仅比目前战略第一的邓紫棋 95个音符略差一筹而已 太厉害了 太一真的非常可爱 太一刚才看到这个音符数 哇 我现在是不是脸丑死了 我现在都是汗妈妈 我说没有 好的 不丑 首先是很感谢 谢谢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有这首新歌 这样的表演能被喜欢 是 也是你们带给我的 因为你们给了我一种感受 我就还你们一种感受 所以 上次我才说等着瞧 对 瞧到了吧 瞧到了 瞧到了 收到了 我要服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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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